风车帽盖 狮子风车的帽盖看似一个洋葱球根 帽盖包括了重达10吨的风扇 以及帮助调整风扇运转方向的风向轮 这个风向轮位于风车帽盖的后方 风向轮会随着风吹的方向转至逆风的方向 这个大的帽盖 坐落在帽盖上的轮轴 它传送风力能源至主轮 和下面的屏障 进而再一次的传送风力能源到魔床 在这个大的帽轮外围 你会发现它的刹车 靠着垫子连接到外面的长廊 从这里可以控制停止风车运转 风车的转速快慢 是靠着放多少片的风扇来决定 体重机坐落在帽盖下方 它用来帮助谷物的上下楼梯运送 它也是靠着风车的能源来运作 只会戴是靠着风车的风车的风车的风车 在那里山上你们的风车都在时 然后呢 检查蛋